中美班特战员报大贤 一 作者赵川 朗读者月泽 中美班特战员报大贤 共军正战技巧 国军望尘莫及 讲述人报大贤 原名报传人 安徽涉县人 1949年随军撤退金门 后去台湾 讲述地 台北市中华路下榻酒店寓所 台北县板桥市县民大道三段133项报大贤家中 时间2010年10月5日及10月12日 纯属偶然 在人生地不熟的台北街头 竟认识了一位国民党老兵 满口山东腔的他 却是安徽人 他名叫报大贤 现年80岁 宛南社县人 那天下午 我准备将上午采访获得的 一位老兵材料拿去复印 在酒店服务员的指引下 我找到了一家复印社 返回时 需要横穿中华路 在等红灯时 那家荣民服务社的招牌忽然令我眼前一亮 他虽然就在我所住酒店的对面 来来往往熟视无睹 竟从未多加留意 荣民是谁 不就是国民党退役老兵吗 真是灯下黑 为何不去那碰碰运气呢 我随即改变主意 转向跨过另一条马路 在入口处的一侧 有一处荣民配敬点 一位银须飘飘 慈眉善目的老人引起我的注意 见他已忙完 正收拾东西准备离去 立即驱钱 请问 您是老兵 老人答 是啊 我1950年有金门来的台湾 我说 您应该是山东人吧 不 我是安徽人 当年部队里山东人多 时间久了 学会了山东话 说老家话 没人懂 我说 咱们是老乡呢 我从大陆来 他说 这样啊 那可真是难得 老人很爽朗 也很渐谈 我说 如不介意的话 能否请您到我的房间做会 老人非常爽快 那有什么问题 可以 可以 就这样 在我的房间里 一杯热茶几句寒暄之后 老人打开了话匣子 老人的经历很奇特 他15岁考入中美合作所特训班 1949年 解放军横渡长江 他所在的部队被追击后遭围歼 随数百残兵当了解放军俘虏 受老长官蛊惑 竟又回归蒋军 一路奔逃 九死一生到金门 见证了那场著名的古宁头战役 他本应死忠于国民党军队 却因一场查不出病因的顾忌早遭脱离部队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 他断然放弃军职 成为自由民 从此没有津贴 更与终身奉无缘 赤手空拳打下一片新天地 在台湾的六十年人生历程中 命运大起大落 曾经神器十足 也曾垂头丧气 如今他有一个国际家庭 八个子女 九个孙子辈 分散在祖国大陆 以及美国 日本 英国等地 年少气盛时被中美搬网罗 说起这位国民党老兵的从军经历 我们首先应重温一段历史 大陆的中老年人 大都对革命现代京剧《沙家帮》中 胡司令胡传奎的形象印象深刻 胡司令所统领的就是中义旧国军 这是一支因日本侵略中国而被迫辍学的学生 以及各类流亡人士所组成的抗日队伍 他诞生于813战火之后 在向上追溯 中义旧国军前身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 戴利奉蒋介石之命将其整编为苏浙行动委员会中义旧国军 负责太湖流域和上海周边敌后抗日 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支抗日武装 虽然成分复杂 但属于共产党抗日武装团结和争取的对象 时间到了1943年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后期 这一年 国民党和美国海军创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总部设在重庆西北郊的哥勒山下杨家山 中美所在各地开设各种不同类别的训练班 宛南雄村也开办了军统特训班 戴利希望借此整训强化江南敌后中义旧国军 他组织人马轮流培训学员 学习爆破 擒拿 电讯 情报等特工技能 后来这支队伍逐渐成为效忠蒋介石的特务部队 中义旧国军总部先设在宛南广德县亡领 后遗失浙江昌化河桥 1945年8月 日本投降后 中义旧国军及军委会别动队交通巡察部队 中美合作营及汪伟税警团合并成立交通警察总局 编成18个交警总队 维护铁路公路交通 另有部分人士就地转业或编入地方保安团 前述这段历史有助于读者了解国民党老兵 鲍大贤口述历史的时代背景 鲍大贤讲述自己报名参加中美所特训班的时间较为模糊 他出生于民国二十年即公元1931年 据推算 其参军时间应是1947年 那一年大约在端午节前后 自己十五六岁的样子 脾气暴躁 桀骜不驯的他 自作主张报名参加了中美所举办的特训班 报名地点就在老家宛南社县前考镇 当时报考方吹得天花乱坠 称录取者将被送到美国进行培训 鲍大贤说 当时民间流传 好铁不打钉 好汉不当兵 哪个愿意去当兵送死呢 我仅读了几年私塾 可生性倔强 从不信邪 总想走出大山 看看外面的花花世界 六十多年后 鲍老先生回忆说 我是被他们送到国外学习培训的幌子给糊弄了 鲍大贤出生在江西 抗战爆发后 踩随在南昌做生意的父亲回到了老家宛南山村 鲍家所在的蜀园村 现属黄山市辉州区 位于黄山南路 是个大山环报 山清水秀 人文积淀丰厚的山村 别小瞧这个大山深处的小村 该村历史悠久 始建于南宋建盐年间 1127年 这里本是世外桃源 因为群山环绕 日寇的魔爪暂时没能侵入 晚南山区遂成了抗日武装的七夕之地 当时以蒋介石的干将戴笠为首的军统特务 在这里招兵买马 意图网罗党羽扩充实力 在此背景下 中美特训班在晚南正式开班 考试其实很简单 非常容易地通过了 鲍老说 自己曾上过几年私塾 看到录取通知 心里自然非常高兴 以为从此开始了新的人生 就这样 年轻的豹大贤成了特训班的一员 未曾想 时局变幻莫测 江北的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 中美班壮志未酬 被整编成了交警大队 负责从金华到上海的交通安全 藤桥之战 一千多国军 仅剩下三百多 共军渡过长江 势如破竹 国军被共军追打 一触击溃 根本无还手之力 1949年 鲍大贤随整编后的部队一路南下 先是从金华义乌向禁云陷境内转进 后在温州藤桥遭到解放军十八个中队包围 国军谈谈惯惯较多 而共军行装非常简单 一把雨伞 一杆枪 外加一个干粮袋 鲍大贤说 自己所在的大队共一千多人马 共军兵力占绝对多数 但是 国军的武器先进多是尾士装备 尤其是以戴笠统领的中美班班底雄厚 用的全是卡冰枪和汤姆冲锋枪 但是 国军被打怕了 无心恋战 打到最后 极无招架之功 只能举手投降 一千多人 只剩下约三百人 我躲在一堵土墙的后面 周围全是尸体 当时才十七岁 因年龄小 没有当成主力使用 也没敢向外冲 所以 才捡了条命 在我的台北寓所 尽管初次相见 可鲍老先生还是无所顾忌 如竹筒道斗般 讲述亲历的战争场景 回忆起当年的战争场面 老人的面部立刻绷紧起来 战争太可怕了 解放军用的是俄制马克沁重机枪 我们在前面逃命 刚爬到半山坡上 后面的机枪开始扫射 打打打 打打打打 这位国民党老兵 用双手做出握枪的姿势 口里不住地模仿重机枪的声音 共军的这种机枪 长时间射击 需要加水冷却 但射速很快 弹头也大 杀伤力很强 机枪做枝字形来回横扫 打得树枝哗哗作响 弹头碰到石头上 当当作响 火花似箭 这种重武器给国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我端想起坐在对面椅子上的这位国民党老兵来 长长的胡须几乎覆盖了唇齿 说话快时显得有些气喘 不过老人的气色和风度很好 极像个具有先锋道骨的艺术家 我递给老人一杯来自大陆他老家的茶 黄山茅峰 他说 这茶自己家里也有 是大陆亲友寄来的 回忆战争情形 老人思路清晰 表达流畅 我很庆幸 偶然遇到了这么个健康且健谈的老兵 老长官一句话让我又回到国军阵营 被共军俘虏那年我才17岁 没有作战经验也派不上什么用场 只能待在掩体里听老兵在外面拍枪 等枪声停歇了 共军打扫战场时 才将自己喊了出来 老人说到处都是死人 推开了好多尸体才走出来 被俘的三百人被安排在藤桥的一处电影院内 看惯了死亡之后 心里已谈不上恐惧了 共军派来了一个教导员 训话开始了 数十年过去了 报大贤老人依然记得当时的情形 这位操北方口音的教导员说 同志们辛苦了 你们一路忍饥挨饿 吃了不少苦头 随即话锋一转 说 实际上我们都是同胞 愿意留下来的 我们热烈欢迎 凡愿留下来的 无论官兵一律晋升一级 愿回老家的 我们负责开具录条 保证在解放区的通行安全 并提供吃住便利 负责平安回家 最后 这位共军指导员提高嗓音说 不愿加入解放军 也不愿回老家 而愿意投奔福州的 也不勉强 我们也可以送你们上船 保证安全抵达目的地 老人呵呵一笑说 这位教导员除了自信还很幽默 他说了句令人终身难忘的话 我们早晚还会再碰面的 希望下次碰面时 兄弟们将枪口抬高一点 都是自己人嘛 道老先生说 共军教导员的这番话 说得入情入礼 有情有义 充满了强烈的自信心 共军的正战功夫真是太厉害了 这方面 国军可差远了 国民党军队没有正宫干部 直到败退到台湾之后 老蒋痛定思痛 才责令蒋经国按照苏联的做法 组建了正宫干校 培养正宫人才 专门负责做部队的思想工作 并提供心理辅导等 发生在六十多年前 在浙江藤桥电影院内的那一幕幕 迄今刻印在这位国民党老兵的脑海里 并时常在梦境中浮现 我们在电影院待了一天一夜 共军不断挑来用大木桶盛装的米饭 还有大块的猪肉 一桶又一桶的送进来 可是俘虏群中的长官悄悄下令 不能吃啊 共军在里面下了毒 虽然肚子很饿 可是无人敢动口 大家悄悄将饭菜倒在地上 共军的指导员看得很清楚 但是他没有点破 吃不吃并不强求 只要看到盛饭的木桶空了 就立即吩咐人继续送进来 四日早晨开始派人来做调查 远回老家的发放路条 并根据路途远近 发放一定量的大米 这边发大米 另一边设了个回收站 前大米携带不便的 可就地置换成金元券 不值钱的金元券 一捆又一捆的马放在地上 一部分人留了下来 一部分人选择回家 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表示 要回国民党部队一方 共军确实说到做到 言行一致 没有任何刁难 我为何要求到国民党控制的福州去呢 完全是听信了老长官的一句话 他是一位老上校 山东人 年近六十了 他悄悄对我说 小伙子 你还很年轻 未经历过共产党的管制 他别有用心地说 他曾在家乡 见识过共产党的厉害 我是吃过共产党亏的人 他们说一套做一套 你还是跟着我们走吧 我那时才十七岁 没有识别能力 又担心回家没面子 听他这么一说 就决定随他去了 到台湾不久 这位老长官就过世了 他的一句话 影响了我一生的选择呀 豹大贤老人说这话时 显得心情复杂 共产党果真没有食言 他们派出一艘大木帆船 从温州出发 航行一天 经过马尾 再将我们安全送到福州境内 登岸后 我们来到一座庙内 尽管国共双方交战 但在对待战俘方面 似乎早有默契 这里是国民党方面 设立的一个接收站 专门收罗来归国军 挨个核实身份后 立即发放两响 安排休息 豹大贤被俯使 是交警大队的一员 被打散后 编入陆军野战军 十八军十一师 后改为十七师 军长是高奎元 后来 此人成为国民党 在古宁头战役中的关键人物 最后还当上了台湾的国防部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田明夫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